本节目由腾讯新闻独家冠名播出 来吧 咱们这就这么一桌 然后一桌满了就不再伺候别人了 就紧着这聊 课满 试这杯期间 试这杯快乐 试这杯快乐 收一修楼 不干呀 不干呀 那么豪放了 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著名的前 不是现任北京中卫国人球员张小军 这应该官程应该是怎么说 现在比较低调 现在叫演员 然后国际超模 喜欢博 对 那你就是更简单点就完了 赫尔 对我最低调 就一个字就叫赫尔 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是今天我们的颜值担当 对 我要都当颜值担当 这桌里多惨 对 原来是那个孙蕾没有红 现在是孙蕾特别红 就是极限挑战上完之后 人确实跨多 这事我必须要臭不了脸的说一下 解说这事吧 跟大众没关系 就是如果不是到世界杯的这个关头 没有那么多的普通的人说我平时也不看球 我还能关注解说员 所以正好我觉得就是这契合点特别好 对吧 我看到网上一条对他的评论特别搞笑的一条 说解说解说员好累啊 累的都没头发了 不是所有解说员都这样啊 我真的很想哀求他 只有一个解说员 我后来真的说算了 对对对对 我们圈有很多类似 就是说一辈子球可能没活 去了一个节目活 对可能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这点特别特别天线 但这事相辅相成 如果之前我没有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给自己打基础的话 机会给到我呢 我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对也给不到你 也给不到我 对 你努力还是该努力 对但是有时候机会也来不来 有引起成分 对这个是咱们控制不了的 所以但是咱们还是该按照自己的路去努力 不然人家也关注不到的 模特这行平时的努力是干什么 努力在哪方面 这行啊 坚持 就是很多人坐一坐 模特可能就没有在这行执着地做下去了 对于模特这行来说 它的确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金字塔的话 时尚可能就是最顶尖的 其实大部分人还用不 可能关注不到这部分 在没有那么多机会的情况下 你能够还是坚持下去 这一个行业 我觉得就挺困难的 这件事 之前坚持的部分是属于哪些 就是每天的这一日程 我们说模特这个行业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那么高深 就是说大家认识的 可能一直在训练 什么在训练走台步 什么从来都没有 其实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没有就是这一群人呢 是可能是真的是老天给饭吃 在中国你大部分都看到的这些 身材很瘦的这些女孩 你会觉得 你是不是吃的很控制节食 但其实真的没有 所有的我看到的好身材 基本上都是天生的 但是我之前看他们 有那个有些新报道说这些 比如说像很多这些 微秘的模特 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大秀开始之前 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都是完全是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 而且他们有时候吃东西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吃牛排也好 吃比如说嚼七口八口 然后就吐掉 是不厌的 多浪费的味道 老外的模特 他真的比较 他要付出的很多 现在我也经常去时装周 但是以不同的身份了 看到那些去参加演出的那些女孩呢 也就十三四岁 十四五岁 十三四岁 所以那些北欧的模特 已经很高了 一米八几 然后妈妈爸爸跟着 但是他们一旦到了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 就很容易发胖 真的是很容易发胖 有的时候工作 发的工作餐他们都吃不了 他们只能自己带一点熟菜叶 就是稍微吃一点这个 我当时当年我在07年左右的时候 很多国外的品牌进入到中国的时候 叫顾琦尔人家的牌子 他是比较喜欢牵手一点的那种男孩的形象 那段时间我就故意饿自己 那这一天吃什么呀 你得活着 吃点水果 吃点水果 就水果都够了 就长时间的饥饿状态让胃饿小了 一直到现在我出去拍戏 我在剧组 同样的女演员吃的都几乎是我的两倍 就是你这样身材的 我这个身材也在饿了 你不了解他 他都吃你五倍 他吃我五倍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一个正常的演员 他也要上镜的 他也要保持身材 但是吃的 我真的吃的太少 而且我没有故意再克制 你就不用担心上镜什么样的形象 他真的不用 你从来不用 反正我已经这样了 就是我最低的标准在我这儿都是很高了 真是 人和人你说这差距这么大 然后因为我不用竞技 就是我的竞技的层面呢 是靠说话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一个数据去对比 没有数据 对 他没有一个不像比赛现在游戏是足球比赛 对 还有大量的大量的数据 现在数据越来越旁杂了 然后来判断你今天到底踢得好不好 你有没有尽力等等等等 我们就没有 模特有吗 我们那时候流行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模特大赛 对 模特大赛 那时候有央视的CGTV比赛 也有新思路比赛 因为中国的时尚业赛那时候刚好是很热 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新鲜的东西 以前不知道模特是干嘛的 那时候的比赛呢 比较看这些数据 什么量量腿长啊 量量什么维度啊 量量上半身多长 什么减去 什么那个比例啊 什么这些 对 这是要打分的是吗 不是明确打分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对 然后后来因为跟国际接轨越来越多 有更多的国际品牌 来看住中国的面孔 在世界舞台去展露头角 但是就没有那么这么数据化了 就是你的面孔 你的身材 你的形象气质 更符合这些大牌的精神 就会得到这些品牌的这个青睐 现在国际上会有一个排名 一个网站 它是一个在于这个领域 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 它每年会排Top50 就是前50 就是男模特女模特 还有一个叫Money Girl Money Girl就是你赚钱很多的 Top50 可能跟那个Top50的那个女模特 那个不是完全相同 因为像维密这种 以前是没有在纯时尚领域的 这个判断的 维密是后来说的 其实被大众所关注到的一个 更愿意去关注的一个 对 尤其是男孩子 对 男人 那个AA 哪个 AA 他年纪不小了 其实 三个孩子的妈妈 老外 你看他真的要付出的 他三个孩子的妈妈 他不可能正常跟我们一样吃东西 他还不变身材 对 这就相当于昨天上场的拉法埃尔马克思 咱终于谈到足球了是吧 一句话就回来 我们本来也就不是很好看的足球的 这应该是历史上第四个 参加过五届世界杯的时候 是吗 反正他应该在十八岁 十七岁 十八岁的时候参加第一届世界杯 对 四十出头 今年就四十嘛 没过生日就算三十九 应该是 那还可以一直踢世界杯的 对啊 这取决于几个条件 第一是墨西哥每次都进 第二是他每次都能入选国家队 对 你想想这事得有多难 还得每次上场 他也能上场 还能打得上 这个你的专业领域 你说说其他那三个参加五届世界杯的人是谁 有一个老门将 我确实想不起叫什么名的了 然后不逢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 想不起来了 但不逢吃亏了 应该今天处处给你八个人了 要不然不逢就是六届了 就是六届 吃亏了 少意大利这一届 少了不少 乐趣 乐趣 时尚感 因为意大利就像02年06年那会儿 他那帮台帅了 这些不德国队捡漏了吗 捡漏了 我还看到他们拍的那个时尚的照片 以前都是拍意大利的 什么更衣室的呀 什么那种 你说这些照片 下飞机的 哎呦 我的天 对 真的 这一对照片主要是服装 你看巴拿马他们那个服装 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有一些设计的东西 有一些设计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民族的东西 就以我自己的类型 我可能 这个就选择的会多一点 德国的这位 对 他就相对来讲 偏休闲一点 很像杂质的就是风格 我觉得伯格肯定是比较喜欢这种三件套 像C罗这样的 对吧 首先C罗是靠他的个人魅力 如果这件衣服前面不是他 如果是换成后面那些人 那就不看了 觉得就没有他们亮点 对 这就是其实很多模特的作用 为什么设计师会选择他来走秀 不选择别人 就是他的个人的这种气质和魅力 但是整体我觉得还是这个 现在的时尚理念就 就是没有那么隆重了 就是很多场合 其实你这种稍微稍微一点的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出席期活动 人家有装计划 就叫你穿什么衣服的这种打扮的方式 叫Casual Smart 就你稍微轻松一点 但是又不失这种礼仪 正式 对 正式 我这么夸 我帮你说 夸牌子的方式是这么夸的 这个牌子好 这个牌子我穿一定很帅 我还喜欢这个 我就记得之前看外子有个纪录片 就是在非洲那么拍 就是说国家很穷 人也很穷 但是他们绝不穷在穿上 就是看起来是我兜里只有50美金 这50美金我5050攒 我也得买好西装 而且是就是大牌子好牌子的 最后我就天天穿上西装出去逛 所以这种地方又热 但这般人就是讲 有各种颜色搭配 各种撞色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就叫丢礼不丢面是吧 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就出来了 对于意大利男人来说 就更是体现的 对 特别深入他们的精神和血液 你甭管是年轻小帅哥 还是那个可能70多 头发就全都白了 走路都不利索了 但是穿的三件套啊 那个领带彩色的那种 真的是很讲究 为什么 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穿 我可能二十几岁 我爷爷我爸爸都有这个传统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种氛围里 在意大利的那种时尚的氛围里 熏陶出来的 不像咱们呢 可能对时尚了解的比较晚 进入中国也比较晚 这些奢侈品牌 然后可能就这些年 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慢慢习惯于 去穿好的衣服啊 穿油品味 所以现在可能更多我们身边 不太会知道怎么穿的人 只能靠名牌来武装自己 我穿衣服机班 我都没有什么其他颜色 就是黑色白色 就这么几个纯色调 但是有的人 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特别喜欢那个星袋 什么那个一个骷髅头 什么PP这样的品牌 这些很流行那种 可能是我的这个段位不够 驾驭不了那个层面上 我今天穿的也很简单 其实但是我不是什么场合都会这样 确实我们去别的场合 比如说时装周去一些看秀啊 或者有的时候什么街拍啊这种 在我们那个行业领域里 有一个词叫时装精 如果你穿的不够跳脱呢 那你就不被人关注 就是你怎么平时怎么觉得不正常 你就怎么穿 我之前参加一个那个活动 就是当时帮我搭配服装的老师 就看上了杂志里面的一套搭配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穿到正常活动的这个东西 反正你肯定不会选 特别的跳 但是拍出来就是很好看 但我当时就觉得整个活动现场 我就像一个花蝴蝶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时尚很难把握 就你看起来你理解不了的东西 但是它是时尚 但是基哥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会看一下 比如说所谓一种大派的时装秀啊 或怎么样 理解不了是吧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所有这些摩托穿的衣服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是不会没有机会去穿的 我觉得一是它是一个概念 这个是梯毯是一个概念 就是好比那个汽车 它出概念车 但是不一定会跑到街上 对 它是代表这个设计师的理念和想法 它的一些艺术感 另外一点就是有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场合 可能在咱们身边咱们觉得接受不了 但是在洛杉矶 在巴黎 或者伦敦 那些比较新潮的人 他们会选择 这就跟足球也是相同的 但日常跟比赛是不一样的 你说就像我打个比方 前两天梅西那比赛 说梅西最后跑了7.6公里 好多人就说跑得太少了 不负责等等等等 梅西不是干那行的 它不是靠跑动吃饭的 走秀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不是说我穿得多么合理 而是我穿的这一身 到底没让你注意到 对 就设计师的一个理念的表达 是吧 这么一说 我觉得内玛尔非常合理 内玛尔的确穿的现在 我这几天有关注他的一些穿着 包括发型 在足球里面 他踢的合理更重要 跟他的整个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跟他场上的风格一样花俏 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现在跟身价也是相关的 同样的技术 你更能通过外形被关注到 对 只是你看 这是应该是前两天 这是现在的 这不是比赛时候的那个发型 当时那时候看这照片看饿了 大半夜看比赛 悠渣方月明 刚出场的时候 还有点飞机头的那状态 前头还是拧着 就是因为别人没有 你说他好看不好看 这是无从谈起的 因为别人不这么干 但是这种就特别让那个伪球迷 或者是不太懂球的人一眼就注意到他 对 他都产生话题 我觉得这个时尚那东西 尤其是你可以看每一个球队 现在这个比赛服的设计 包括他球鞋的设计 它是完全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 而且又融入到这个体育竞技比赛当中 包括一些球员 他的上场前 比如C楼这个发型 或者说他穿的鞋 球鞋的颜色 都是会这样 这个头发如果染成粉色的 是不是这一届他就火了 黄的也都火了 但是多个巴一直这样 他可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发型 如果表现在好的话 会更多的人记住我 首先是要让大家看到我 因为15年亚洲杯的时候 当时日本对本田归佑 那次染了一个就是接近白色的 那个头发 后来就有人问说 你为什么要染这个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都说没有 我就是为了能让我的家人 在看比赛的时候 很快地看到我在哪儿 对 而且从职业的生涯上来讲 现在对球员的这种职业生涯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球探 或者你在没有那么有名的时候 球探或者教练来看一场比赛 那如果是我要是形象很特别的话 他可能全场他都会盯着我再看 那我如果表现好像 这种球员往往是比较自信 性格比较张狂的这种 如果他表现得好 那就很容易 这个人就很容易成为球星 他比那个默默无闻的那种 外表的 也不做什么设计的那种 更容易被关注到 小冰就是当时踢的太老实了 一直在干当活 差一个发现 以兵哥的颜值 还是业务能力比较差 就像你一样 咱俩这个都是对吧 业务能力比较差 就任了 还有我 你挺强 你挺强的 好 碎片时间 拉开人生差距 一起进入腾讯新闻 事实派快问快答 好 我来说 谁手机没有关注 可儿 现在中间这部分都已经没人理到 对 本来这控制说 请翻开你的 有一个讨论 好 第一个问题 说你每天出门前 会花多少时间打扮自己 分钟 你骗人 你刚刚还说 修修胡子了 什么弄弄头发了 我也都懂了 你省时间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说拍照片的时候 会有哪些让自己更上向的小心机 我怎么拍头 想象 不想聊了 这个对于每个人 都有自己觉得好看的面 比如说你左脸右脸 你哪边好看 我分情况 右边我觉得就比较成熟一点 比较稍微更深邃一点 左边就比较帅一点 就是普通的帅 这边是深邃的帅 这边就稍微 反正你从哪边看都行 都好看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照片或者拍戏 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的 我可能就会 真的稍微有一点这方面的设计 在球场上 踢球时 会不会很在意自己形象 我以前不太在意 但后来不得不在意了 因为所有人都在意 我自己组织了一个 叫中国超模明星足球队 我听起来和我魅力的样子 平均身高就是一米八八 平均身高 基础身高吧 主要是由模特组成 但是这些模特也要有一定标准 能在国外走过一些大秀的 我们叫超模 另外要踢球 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有一定的俗修的热爱 然后那边有一些演艺明星 演员 歌手 正在留哪些人 中间那是文杰 文杰 文杰不可能有语音八八 看得像的吗 文杰跟我唱的 这衣服长得一样 这个 这不我们同管 你得喝点闻闻 我不想闻 因为我知道了 这是我们队有对灰的 T是我设计的对灰 因为我首先当初建队的时候 都是以模特为主的 然后T就踢台 这绝对不是模特身上的味道 谁说模特踢球才最有魅力 你看他们踢个球弄成这样 你说现在每个人 都会设计一些小心机你知道 但是我后来 你又没有关注到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的心机在于哪儿 我踢球的时候会经常把裤子卷起来 把腿露长一点是吧 就是把肌肉露出来 但我那个胳膊我也得卷起来 我这也得露出来 所以在场上你不得不 就你想找不到我很快 但是我好想说 呵呵 男人 说球员 模特和演员 如果只能三选一的话 你更喜欢自己哪个身份 模特这个行业是我 没有规划自己 是一个就是也是偶遇的一个 机缘巧合 对 机缘巧合 他给予了我很多 然后演员呢 是我目前想专注的一个职业 球员是我觉得自己最放松的 最能找到自我的一个职业 不是职业 这个是爱好 以燕云来说 如果你认为踢球最好是100的话 你认为自己能打到多少分 接近100分 你先选出一个了 我还是专注于我演员的事 对 但演员和足球 这个对我说还是密不可分的 我在这次在恒电 刚拍戏回来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每天我只要不拍 我一定会去踢球 我有一帮小伙伴 我已经去短短时间 对 我短短时间 就用球技征服了整个恒电 所有踢球的那些人 我都演员 对 恒电 有那么多人天天 有 恒电踢得不错他们 是吗 然后每天就是说 第二天几点几点踢 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第二天通告 然后晚上发来了 一看 满死了 也踢不了了 就觉得来恒电是为了踢球的 不是为了 模特界有相识这位这样的大考吗 没有 但是有一段时间 这个时装周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受人关注的一个舞台 那时候中国媒体和行业很关注 在国外时装周 模特走了多少场秀 走上了什么品牌的秀 什么时候把这个当成一个成绩了 它不是一个考试 不是一个标准 每个人你能不能走上这个秀 你去没去什么秀 不是公平的 因为可能你签约的公司不同 它的资源不同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最被关注的 我也比较紧张的 就是那一届去米兰做那个 到几个巴默的那个秀 因为我知道那种秀 是全世界的时尚界的媒体 目光全都在看 哪一年 2012年 小弟我那时候也还好 现在也很好 没有说 所以那时候设计师见了我 就对我很感兴趣 他们说他很吃惊的那种眼光 说真的我从没见过一个中国人 长得像意大利人 然后他们我后来到了米兰之后 他们说设计师亲口说我们很高兴 然后找到了牛甘迪 大卫甘迪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道西哥巴纳标志性的人 然后他们说了这句话 我觉得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就像米世界杯之前说 这是新马拉多纳一样 对 然后他们给我选了一件衣服 其中一套是正常的一套 红色的四绒的一套西装 另外一套是一个毛线的这种三脚裤 毛线三脚裤 对 那不刺应吗 刺应 上身是 里面有穿 上身是长袖的一些毛衫 底下是靴子和长袜 当时我是希望我第一次 就是在这种这么重要的地方展示自己 我还想展露一下身材 然后后来我知道那件衣服是属于谁的 那种的衣服每一届只是干体会穿 所以是挺荣耀的一件事 在这个行业里 对 这就相当于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当中 把队长袖标扔给你 然后又让你穿10号一样 现在你一说世界杯是一个什么大考这样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的 我通过这些世界杯 我也看到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感受 世界杯没那么纯粹了 现在是懂球的人 看球的人和不懂球 不看球的人 现在真的是世界杯了 谁都在关注世界杯 但是有的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他可能完全以前都不看足球 不了解足球 但他会下球 他会买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可能我热爱的是西班牙 我自己我懂球的人 我很热爱西班牙 但是这场我想赚点钱 我可能买点冷门 我变成了去支持他的对手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 有没有这种情况 肯定会有 二是我觉得 现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 好像不是唯一性的一个舞台 因为以前呢 觉得看世界杯 觉得一个球队 包含了那么多大牌球星 只有在世界杯的才看得到 但现在那些强队 他们越来越强 就是资金越来越充足 他们买了几乎是你每一个位置 也都是世界顶限的球星 这时候你不再是在世界杯 唯一的这个舞台可以看得到这种比赛了 或者是有没有一种球员的心理 世界杯在他们的心里 当然还是一种它覆盖全球的 它是这种有荣誉感的这种 会不会觉得世界杯没人给我钱 然后我回归到俱乐部 我如果世界杯提伤了 我回到俱乐部明年一年打不上了 是不是也是一个负担呢 其实真的就是这几场比赛看下来 我觉得我是有心理上一些感觉 比如说有一些大牌的球队 他有一些大牌的球员在里面 能感觉出来我觉得他 在国家队的比赛层面上面 可能跟身边的队友有不熟悉 或者说身边队友的这个能力跟水平 达不到他俱乐部球员的身边队友的水平 但是你就看这些世界杯到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比如说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 或者说好久没有进入世界杯的 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中下游的一些球队 他们反而在场上踢得更积极更兴奋更专注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首先你有先决的条件 能让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这跟选模特也好选演员也好都是一样的 再其次是你怎么在这个舞台上 无论你是大牌还是没有名气 无论你自身的条件是优或者烈 你是通过服装的颜色搭配也好 还是通过你自己在形象上的改造也好 让自己变得牛 让自己变得更显眼 就是个战场 所以就是刚才齐哥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特别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杯真的是世界杯了 就是你平时根本不关注 对啊 不了解 从来不可能一天看一天足球新闻的人 在这个时间段 他变成了一个四年的一个盛会 这可能是往往就是反而这是国际足联 他所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 他让所有不关注的人 在这个期间 所有人都去参与到这个盛会当中 你这样的话对于我FIFA来讲 对吧 我所有的这些收入来源都会说 为什么他会从最早的这个24个球队 变成36个球队 然后马上又变成48个球队 因为他想覆盖更多的国家 让全世界都觉得这个四年是一个盛会 他完全把它变成了一个秀的感觉 对 就是一个就好比是时尚界的唯秘 对啊 对啊 他兼具了娱乐性 对 所以这也是时代在发展的一个场目 其实可能专业的人在看球的时候 会在乎说这个东西纯不纯粹 但其实作为外行 我们这种局外人来说 我倒是觉得蛮好的 那你在这么一个阶段 你让大家去了解足球 那可能我就喜欢上它了呢 那以后我可能我就变得懂了呢 这事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你喜欢这个足球这个事 或者你喜欢世界杯 你想看世界杯 没有任何的门槛 而且足球规则复杂也简单 简单在比分很小 通常一两个三四个 算得过来 你算得过来 你就能知道谁输谁赢 输赢决定了一切 你之前的技术统计 再怎么让到无比上 但是说实话 那无比零了 差点我就算不过来了 我有点没想到 无比零你算不过来 嗯 来 世界杯快乐 世界杯快乐 碎片时间拉开人生差距 本节目由腾讯新闻 独家冠名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季幻博 世界杯来了 你肯定会和很多小伙伴们 一起喝酒看球 当然还有自拍 但是怎么拍出 比别人更好看的照片呢 今天来教你们几个小技巧 第一个呢 头 在拍照的时候 头一定不能是仰着的 一定要是俯视低一点头 会显得脸型特别好 脖子呢 一定不能是向前探的 如果你向后 这样会显得整个的人呢 线条比较挺拔 也会显得你的脸更小 第三个 腿 要显得腿很长 有的时候一点点小心机 会把脚向前迈一点点 会显得整个的线条 从下往上 这样会显得人更高 更挺拔 角度 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会遇到 明明觉得自己身高挺高的 怎么拍出来 显得腿那么短 但是如果你的拍照的人 从下往上拍 会显得身材非常的修长 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 那我只能拿出独门密集了 就让你拍照 肖亦 肖董 是球游网的创始人 平时看球吗 就是买欧东去看那些舞台联赛啊 好几次就是我去了之后根本没有票 对 然后就得想各种各样办 然后去 要么有的时候就四个台人 要 坐票的窗口管他们要啊 对呀 我压过两次都压到了 结果肖东西记得给客队压油